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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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这一节继续有郭Sir在和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郭Sir 你好 我说我们先看看家庭观众有什么问题 电话旁边有黄小姐 黄小姐 你好 是 郭Sir 你好 是 我想问我11个4毫多买了一张链照 如果是多数分价 先走了还是什么 因为我还是短炒 明白 郭Sir 现在的家庭观众11个4毫多买了这个链照 现在链照都是11个4毫6 暂时升到百分之一 今早少了个时间 郭Sir 你和我们解答过相关的股份 你可相信这位是第二位家庭观众遇到类似的情况 如果11个多买了链照的投资者 应该怎样做呢 老实说 11个多买了之后 曾经跌到10个04 现在走回来 和和和和 不用怎么输 那便看看你自己持货多还是不少 如果当是持货比较多 君子就不立毅场之下 输过来 现在上回来不用怎么输 输少也当是赢 莫甭说不用怎么输 几带走一半线 我自己一定是这样 但如果你说持货很少 三几千 打算作一个部署 那你也是吃亏在眼前 因为一买即跌 跌到10个年纪 现在回来不用输了 那问题就是看大市有没有动力 市场现在是没错 咬着23,500点 但成交今天还是比较薄弱 我就当你明天期指结算继续夹 后日期指结算还是夹 明天期指转仓 都是夹 那我就多看两天 这两天 升得到的我就走 升不到的我一样走 如果你是纯粹短炒 一个策略就是这样 如果持货多的话 现在这一分钟 起码先走三分一或者一半 只剩下那些 就轻松面对 你想想什么心情 我当你买两万股 11个几买到10个年纪 已经输了两万元 现在不用输 输少也当赢 莫说不用输 有时候短炒 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 万一不对版 都要懂得葬事断避 我解释 输三毛子不走的时间 到输到一元才来走 无端端输大七毛子就不值 明白吗 这位黄小姐可以留意住 如果真的输少当赢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看看你自己拿多少货 如果拿得多 可能下先考虑下减辞一部分 减轻心理压力 之后我们听听一听一听 一位家庭观众 吴小姐的电话 吴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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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帮到你 多谢 我想请问一百零零 一百零零 是 我还有货 五元六号多买的 是 我想问 在期指结算 一前走了 好 出业绩 是 过两天就会出业绩 好 我们先看看中交建 暂时现在的股价 现在看到股价在5.7号 暂时升幅有接近百分之2.7 看到今天相关基建 铁路股板块都升得不错 主要都是受惠之刺激 受惠于这个南北车 就传出可能会合并 郭sir 现在赚了几毫子 这个时间应该怎么处理 你现在是否应该等公布业绩 或正如家庭观众所说 等待期指结算先 再做部署 等等无妨 整个月的高低位都不额 八毫一到五四毫半 其实来说有几大风险 就算真的跌穿五四毫半 我们的止涉 相对现在我都承担少少风险 为何不先等等 五个八毫一是一个月的高位 如果技术上突破了 进一步向上望 可以拉高一点 去到六个一左右水平 这一分钟 来来去都是几毫子 不会多 近日来说一路都是上落代变 不过这一两天这样升 回到十二十和五十天线之上 我认为等等 冷线最低限度看下 冲不冲破五个九 过得到五个九 六元也好 六个一也好 你自己拿着 吴小姐可以考虑郭帅的建议 指涉位排五个四毫半 如果不足够的话 就继续拿着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破五个九 上破五个九 就有机会向到六元 或者六个一到这个水平 到时先考虑一下 如何估 如果再时再不懂 先再打电话 你问我吴郭帅 好了 这个时间我们再听听 下一位家庭观众 胡小姐电话 胡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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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一下 六八九三 六八九三 抄了一手 抄本 我想问现在 可不可以买多一点 明白 还有九四一 没有货 短炒 可不可以 今天升到这么多 可不可以 或是落到什么 明白 明白 我们先看看六八九三 现生集团 暂时现生集团 股价升了百分之2.3 去到一个三乎三 这个位置 但见到上次没有几天 其实表现都是浮浮沉沉 一直都是一个多人 钱到这些水平上 过一元左右的水平上 郭sir见到今天又升了三千上去 想买多一点 抽了一手 似乎不够 你觉得这个建议可不可取 没什么所谓 因为他一毛八 买了手 就算现在你买多一点 承担风险都不是很大 我给你个意见 我当你有两万股 一个一毛八 现在最低限度买到一万股 万一真的跌穿下去 才再作打算 其实输人都不是大得那么紧 相对一个 挂牌到现在为止 最低都见到一个二毛八 如果跌穿了便止蚀 大大不了承担风险都几个线 不用担心 你反而整固的学校 如果有买盘出来 掃回一层上温一个四毛六 绝对不出奇 我觉得应该可以买 买回少许 风险也有 应该不大 另外他问941 想短炒 暂时中移动股价升了2.7% 去到91.4% 升幅很凌厉 今天要带着恒指上升 暂时的恒指升幅 已经接近去到400点 郭Sir 中移动升市其中一个货车头 现在冲进货车头 接不接驳 买迟了 在中移动早前来说 扔到87的右半 当时有些大行说看75 76 其实在很多分行 我们指出 在那一刻应该是买中移动 因为我始终看好它的基本因素 由87元到现在 已经升了4元上来 如果你买来做短炒 很辛苦 因为明天是期指转仓 后日期指结算 可能还会夹高3元 或者2元都不定 但相对现在的成交金额来说 我总是觉得 暂时来说 都不是升浪的开始 或者这样说法 你不买的 就捕捉不到未来的1-2元的上升 如果是有的话 你可能会生活不舒服 那就着量买点 千万不要大手 因为 到今日的 开始来说 你仍是89元 但昨天仍是88元可以买到 其实你都没有买到 来到现在 91.4元 你先摸下去 那你问自己是否短炒 如果是 90元指示 你愿不愿意上车 愿意上车 买点 暂时看上92.5-93元 郭Sir的建议很简单 这个6893可以着量买 不过指示位 就放在1.28元 上网目标 看看有没有去到1.46元 至于941 如果你现在买的 上网空间 可能郭Sir就不太多了 可能你错失了之前低级的时机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就买点 但是 指示位 就放在90元左右这个水平 那时候 真的不少家庭观众 都想短炒 如果见到蓝筹股 中移动其中升市 火车头 其他升得较厉害的板块 你觉得建议如何 会不会 还有一阵夹上去 正如你所说 行资结算前 你上多几百点 绝对不出奇 问题夹什么股份 我就觉得不会夹汇空 因为汇空在未来一段时期 都要分几个阶段逐步去减持 问题是资金卖什么股份 其实近期很多分行 我都强调了一件事 资金的投放 会在中移动和内银股 尤其是中行、公行、建行 因为中公建这三只 加盟成分比重 已经有14% 加上中移动 已经去到近20% 又多了 如果整一只腾讯 接近30% 其实不用涨太多 升这几只蓝筹指数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明显的上升 好 这一节 多谢郭sir为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刚才提过相关股份 郭sir有没有持有 是没有的 好 谢谢郭sir 这一节时间来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记住打电话来 204-6566 稍后再见